在卑士聯合黨日前宣布停止競選活動後 有最新的民意調查則顯示 省新民主黨和保守黨的支持率相當接近 兩者只是相差一個百分點 周仲文報導 自卑士聯合黨星期三宣布退出省選後 Palest Data 昨天星期四就進行最新民調 結果顯示如果現在舉行省選 百分之四入四的選民會支持新民主黨 相比有百分之四入三支持的保守黨多出一個百分點 而百分之十一就支持綠黨 民調公司認為原有聯合黨支持者中 不少在黨令逢而降宣布停止競選之前 就已經轉為支持保守黨 而如下不贊同保守黨理念的支持者 就轉為支持新民主黨或者綠黨 因為這樣目前來看 聯合黨退出競選並未帶給保守黨太多助力 另外選民對新民主黨黨令穩大壞有好感的比率 明顯優勝於其他兩個主要政黨黨令 包括保守黨的羅士德和綠黨的 新時代電視周仲文報道